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本期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这款 本年度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款网线作品 就是这款出自高达C的外传中的红色游角机体 MG神兵型圣月高达 其实对于这款模型的新规度也好 期待值也好 我认为都应该放置在通贩罚售 不过还是安排在了限定登场 虽然价格会高不少 但好在批次还不少 所以入手难度也不算变态 对于喜欢这款机体的玩家还没预定的 当然还是建议先看完视频 看一看实物素质再决定买不买 当然红色有了 那么白色的也不远了 咱们一键三连 走起 首先这款神兵型圣月高达 作为一款限定作品而言 新规度算是比较高 但是实际上还是延续使用了之前MG RM墙袭的主体结构 虽然说对于内构细节档可能会感觉不太够看 但是玩过这套骨架的朋友 我相信都应该知道 作为基础素质来讲 其实还是挺稳扎稳打的 像是关节部分的紧实度 或者是可动表现都挺好的 而膝盖部分也有一些经典联动 而且本身圣月高达的外甲造型和装备特性关系 个人感觉都需要扎实的骨架加成 没有太大毛病 而装上外甲以后的圣月高达又和墙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外甲部分采取了两种主色调的红色系处理 这个颜色发色其实还是挺对我心思的 挺难看的 但是作为深色板件 多少还是会伴随不少的水纹产生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肯定还是足下漆面会更好一些 同时在圣月的轮廓 则是采取了大量红面处理 在这款机体上 你是基本上见不到举行细节 或者是直角转折的 因此整体会更加带给人肌肉的脚尖感 我挺喜欢的 不过在一些细节表现 虽然说一些主散热口细节之类 都已经给出了镂空处理 但是我感觉如果以RM强席作为参考对象的话 其实圣月在细节分色的表现 应该是比当前更好一点 而另外作为本次标准的网络限定 在模型内部是附属了一张水贴 图案方面除了常规的警示标志以外 针对圣月的外甲 以及神兵型装备 和3G改弹装备定制的图案也是不少 大外观至此 各位感觉这一次圣月高达的外观满分十分 能够达几分 而在细节部分 还有一些位置值得特殊强调一下 首先在圣月高达的头部天线 绝对是一个挺有特点的位置 区别常规的单卫性天线 或者是双卫性天线 圣月高达坚实器前端 首先带有一个类似异端风格的小天线结构 当然在头盔造型也能看到比较熟悉的异端轮廓 重点是两侧的天线集成到头盔前沿 眼部的顶端 一直拓展到头部的两侧 尺寸是极长的 造型感方面表现相当张扬 而这次万代针对本身天线的根部细节 还进行了特殊强调 造型感表现相当不错了 虽然说头顶造型让人为之一震 但是圣月还是掌握着一张非常正点的高达脸 像是面加两侧的分色 以及血铁龙细节感都不错 头上在头盔两侧也带有适当分色 头部细节的表现挺棒的 胸口方面造型因为弧度影响会显得相当饱满 在顶部胸甲也能看到一点异端的影子 胸口两侧是多层嵌套分色的出气口细节 同时在胸部中心位置还隐藏了一对火神炮 观感表现我认为也挺好的 在胸口部分带有驾驶舱的展开结构 我们直接翻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细节了 还是挺简单的 而另外在肩甲部分造型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具象的护具设计 肩甲侧面还带有一个可动的小下摆护甲 虽然说造型风格很多有胃口 但是肩甲的分件过于简单了 对于给出的内部细节都没有做分件和分色 在这个阴影里面咱们可以看到是浮雕结构 让人看起来感觉细节部分差了没点味道 相同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裙甲部分 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表面已经给出了一些凹陷 或者是刻线处理 但是都是单色 因此圣约高达无论是前裙甲 侧裙甲 或者是后裙甲 都会让人感觉细节度并不是很丰富 像是RM抢袭在出气口有分色 还有一些镂空分色 而当前圣约的裙甲和这几年的标准MG相比 确实要弱不少 裙甲部分 这个特点除了基准可动之外 在腰部顶端和自由一样 是匹配了光束军刀的剑柄 不过剩余的光束军刀是带有特殊造型处理的 在模型内部也是附属了对应的光束军刀特效件 整个腿部弧度包裹的流行造型 富有很强的肌肉感 外观部分像是膝盖下方 咱们可以看到散热口配置 同时在小腿的后方 也可以看到大尺寸的散热片细节 除此之外 就是在脚部剩余是采取了高跟设计 只不过相比其他高跟的机体而言 这个脚部尺寸并不是很大 加上上体以后 观感确实有点三寸金莲的味道 但是脚底部的细节刻画是很完整的 同时作为MG而言 也没有敢出现技术性偷胶 而脚部则是延续了比较常规的 强袭系的膝盖联动 总的来说 主体外观轮廓 作为万代的官方作品而言 我认为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虽然说外甲的新规度很高 但是一些细节部分的分色 或者是处理 总感觉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但是看在是网线的名头 就感觉一切又有些似乎合理了 毕竟还是我们熟悉的万代 对于骚气的本体而言 神兵型圣越高达的武装方面 也是充满了很多看点 首先就是搭载到手臂上的三级改 是一个复合并装系统 而且是对称造型 双臂都可以搭载 有条件的话 各位你懂的 首先作为圣越高达的三级改 和咱们经常看到的迅雷 或者是基因端右臂上的那个 截然不同的东西 更像是一个怪爪 而作为这次官方作品而言 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尺寸方面的把握 我认为还不错 而说三级改之前 咱们前说一说内部所搭载的光束手枪 豪竹针 有时收纳在三级改推荐器护甲内侧 尺寸刚好被隐藏好 本身属于短柄的手持类的小武器 通过放大可以看到 细节部分的雕刻表现 还是足够清晰的 还可以 而本身三级改挡侧推荐器部分的根部 都采取了大尺寸的球形关节 来进行安装 因此两侧护甲 都带有自由度比较高的可动范围 而如果说安装的手臂上 这里搭载形式 还是和一般的手臂护盾相同 都需要使用连接件来进行搭载 通过外甲合拢能够对单侧手臂进行完整包裹 并且针对手腕关节带有一定的让位 前端复合形态的武器顶端是一个实体刀刃 本身和顶部护盾采取了一个小卡松固定 拆除以后配合上支架可以实现弹射样式 而在最末端则是一个近战的格斗爪 拇指小指部分都是黄色分件 而中间三指是一个颜色长形色的利爪 同时针对每个手指都匹配了可动关节 可以形成一定的开掌抓取姿态 只不过在中心位置所采取的成型色分件 我个人感觉其实在材质观感方面的表现比较差 可以看到挺多的水纹 而且金属质感也不够强 而作为圣约高达神兵型装备背包 是另外一个极具看点的复合形态装备 首先在合拢形态下比较类似扁平型的背包系统 咱们可以看到机翼上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收纳 当前一体性观感我认为挺不错的 只不过对于这么大尺寸的装备而言 细节分色确实感觉比较单一 而后背方面采取了抢洗同用的接口 因此对于抢洗的背包也能够进行搭载 然后作为神兵型的背包 我们可以利用本身所提供的可动关节 针对背包部分的机翼角度来进行重新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关节设置段数还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在机械臂方面 当然前面的紧实度是非常可靠的 同时加上背包不重固定角度非常轻松 全部调平以后 这个背包的功能其实就和空装抢洗的飞行背包比较类似的 毕竟全部都是机翼 同时在展开的钳子跟路也带有隐藏的喷口 另外在神兵型背包的底部 当展开完毕以后会凸显出一个虫尾造型 当然不仅仅看起来像虫尾 内衬部分散热结构也是采取了大量仿生化元素处理 这个地方我感觉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 有设计在里面 而同时当前的细节 在连接滑草的机械臂方面也有刻画 而同时即便是当前的角度 不用支架勉强自立也是没问题的 比想象中好很多 而对于身后的神兵型背包也和三级感一样 带有复合属性 我们通过反转机 然后利用机翼本身自带的关节 就能形成巨型的剪钳 而同时在顶部 其实原本是收纳好的两个锯齿爪钳 也能够进行展开 展开以后 内部还能看到三连装的炮口 那么对于当前尺寸而言 绝对是一个超强力的进展武器 看起来是比主天使那个厉害很多 而不仅仅如此 利用本身和后背所连接的机械臂 针对背包的角度还能够进行自由摆放 从而让复合形态的背包 除了飞行形态的机翼 巨型剪钳之外 还能够针对固定角度 来充当盾牌的防护样式 那么配合上三级感一同使用 确实让圣月高达在装备部分的可玩度 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除了成型色质感我不喜欢 细节分色差点之外 我是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另外大背包到处摆放 对战力方面也构成了不少影响 所以万代这次也是非常贴心的 被玩家捆绑了支架 不用你自己额外去购买了 而另外怕你不满意 同时颜色也给你配成了圣月色 对于这款模型 其实是在2020年我比较关注的一款作品了 本身范外作品具现化确实不易 而另外对于机车方面 我相信起码现在而言 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了 本身结构方面因为采取了强细骨架的设计 因此在可动方面的素质还是挺好的 配合上神兵装备 三级改也能摆出非常丰富的造型 而且这一次三级改也好 神兵型背包也好 都显现了多种形态的玩法 结构也很扎实 所以从可玩度出发 当前这款模型的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作为新款模型而言 我还是感觉很多细节部分的处理都比较简单 如果说能把分色再强化一丢丢 那就很不错了 而另外本身模型的成型色表现也不是很好 因此想要造型更加诱人 单单素足肯定是不够的 而另外作为一款网线 这款声约的价格不算便宜 但是好在新规度方面算是比较高了 绝非简单的改模换色产品 因此体验一下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 各位也可以等一等以后的换色 各位愿意给这款MG神秘英雄圣元几分呢 好了 本期视频咱们就说到这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